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迷茫 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课题 然后又是一样 然后虽然塔罗牌或者说神余卡 这些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能够帮你去理清一些方向 但是真正做决定 或者说真正去做奴隶的人 还是你自己 所以我会觉得其实 从一年前开始上传视频到现在为止 然后我非常感激在YouTube发生这一切 然后我其实也在想说 我到底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当成一个 我自己接下来的一个职业方向 或者说我自己真的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这也是我现在还在纠结和思考的一个问题 然后因为我接下来可能面临人生的一些重大的转变 我要开始重新回归校园 然后可能要去做一些 尤其是可能是跟这些塔罗啊 或者说占星啊 这些东西完全没有相关的东西 但我会反问自己说 我到底喜欢这个东西吗 我想不想让它继续下去 所以我答案是Yes 但是How 这个是我可能需要自觉的问题 所以我也可能希望在 可能不管是陪我一起成长的人也好 在这个频道里面一直支持我的人也好 也许你可能去关了好多次 可能有回来也好 不管Whatever 就是我希望听到一些可能实际的建议吧 因为我一直希望说是通过一种不同的方式 因为其实我可能 因为我其实到现在为止是稍微有一些些厌倦 可能一直以来的方式 可能会有的人会希望说 去更新灵魂伴侣的系列 或者说去每个月定期的能量的检测也好 但其实我是有些 对这些东西有一些疲惫了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变化性很大的人 就是我不喜欢一样的东西 我喜欢做新的东西 然后有新的能量进来 然后可以传达更多东西 我希望它能够扩大一些东西 所以我最近开始研究Astrology 然后开始慢慢地发现自己 然后我发现Astrology 占星学和塔罗牌里面 它其实是包括陈玉卡 它其实有一个共同的能量 就是它其实都在告诉你说 上天给了你什么 然后并不能决定你是谁 你在哪里 你将要成为什么 那个就是它给了你一些能量的影响 它给了你一些很 不管是好的资源也好 还是坏的资源也好 它是让你自己去发挥的 就是它会给你一些潜在的东西 可能也许你在这个方面很有优势 或说你在另外一个方面很有劣势 有优势的地方 你可能需要去找到说 那个发挥它的点 然后去发光发热 去成为你可能你人生的目标也好 可能是你人生努力的重点也好 这些都是一些好的东西 要好好利用 差的东西要好好的平衡 去调节 这个才是所谓的人生的旅程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说 我不希望也不喜欢大家拿塔罗牌 或者说拿我的频道 当成一个Fortune Teller的一个channel 就是那个不是我想要做的 也不是就是本身原本这些卡牌 或者说这些东西的工具的意义 它本质上的目的都是在帮助于你 发现自己 然后了解自己 以及更好地去完成你人生的旅途 然后所以这个是我想要 在开始今天的主题区分享的一点 所以今天的主题区跟占星相关 就是因为我最近很痴迷地去研究 关于占星学的很多的东西 然后发现能量的状态变化 在你人生的每个领域当中的印象 然后包括你自己的成长的过程 然后去调节的过程 其实每一件事情的发生 都有它背后的意义存在 它不会是一个coincidence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语言 它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 你自己精神世界的你自己 然后去发展你人生的方向 包括我其实当我最开始看到 我自己的Saturn在8th house的时候 就是我的土星在就是第八宫 然后第八宫其实是饥饿宫 也就是关于生死的一些事情 然后Saturn又是一个非常 就是blockage 就是困难 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凶 就是凶星吧 然后所以它其实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 但其实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它其实会带给你structure 带给你responsibility 然后在这个第八宫里面 所以它其实有很多方面 然后它的你的在每一个宫位里面的配置 然后影响到你人生的方方面面 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东西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了解 然后当然我也希望听到大家 关于整个阿Q这个频道的一些建议 或者说接下来要怎么样走的一个东西 因为其实包括我前一段时间 在有在频道里面讲说 可能想要做英文版本 或者说想要做 怎么说就是做有声书之类的东西 但我其实后来有很认真的去思考说 其实既然我做这样一个频道 那我其实是需要去一个更 怎么说更专业的态度吧 我不能把所有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或者说想要去传的东西 这是混杂在一起 所以我可能后面可能会更专注的说 如果这个是一个塔罗疗愈的频道 然后那么我可能会专注带来 这些疗愈的能量给到大家 然后提升英语 或者说一些东西 我会有另外的方式 或者说另外的频道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关于有声书 如果大家喜欢 可以去关注我的喜马拉雅频道 我会在那里更新 可能更对我来讲更容易一点 然后对大家来讲 可能也会更方便去 去听自己想要的东西 因为当很多东西混到一起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destruction 就是一个分散注意力的状态 所以我可能会 就是至少我理清楚一点 是可能这个频道 接下来方向是更需要去专注一点 然后但我也希望听到更多的 大家的建议 然后再多废话一点 就讲到个人占卜的事情 然后我之前一直在通知说 是到2月29号 然后其实 就我现在也不太确定 到底是能不能到29号 对 但是就是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 可以去跟RQ去 在邮件上面去预约 对 然后再而就是总而言之 就是一句话 我想跟大家讲的一点事情 就是 不管你是在 听任何人的塔罗频道也好 不管你是去学占星学也好 就我会觉得当我们身处在这样一个非常 就是物质化的世界的时候 就是一定不要忘了去理解你自己 发现你自己 然后去完成那个你自己的生命命盘里面 该有的那些课程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会带着过去的一些行为 然后带着过去的一些思考模式 然后去看待所有事物 就像最近有人发邮件来谢谢我 或者说来问我说 就是很好奇我是怎么样成长的 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点事情是 我有经过非常非常黑暗的时刻 然后我会把 当我去把这些黑暗的时刻 然后把这些 就是旧的东西 然后你再去回顾 你再去 去理解情绪背后的原因 那些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你一直在重复一个 旧的行为模式 或者说你把每一件事情 跳脱出来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处理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其实一直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一直重复的循环 在那个cycle里面 你就会有永远付不完的账 就是你就会好像一直在欠债 然后那个债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直到你突然有一天醒悟说 我其实好像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想要跟大家讲说 理解自己和发现自己 可能比你去想尽办法去赚钱 或者说想尽办法去得到社会里面 或者说现在这个社会 可能所期待的那个样子的你 来得更加重要 如果你不够了解你自己的话 如果说你不能够 就是不能够做自己情绪的主人的话 你得不到情绪自由的话 我觉得在很多的时候 你的人生 然后你的生活 都会其实去往一个 背道而驰的方向去走的 然后这个是我今天 关于很多这个废话 然后其实今天的主题是 我做了一个占星的排阵 就是可能代表 我会用 Sun Moon Ascendant 然后Saturn 和Jupiter 和North Node 然后这里一个 就是星球的一些东西 星象 占星学里面的一些元素 然后来讲整个排阵 然后去揭示你自己 潜在的一些能量和 blockage和challenge 然后这些东西 然后去帮助你 从更深层次的 或者说从更高角度的去 发现和了解你自己 然后这个是今天的主题 然后今天主题是分为四选一 然后这是第一组 这是第二组 这是第三组 这是第四组 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 还是跟之前一样 这是一个generating 它是一个非常集合的能量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召力 去感知说 到底哪一个副牌更吸引你 然后去选择你自己的牌组 然后我会通过占星 当然这个占星牌 真的不是说我发明或怎样 只是我会觉得 我想要把这些能量的东西 去联合起来解释给你听 然后去让你说 从这个里面去找到说 可能跟你相关的一些 你真的需要去处理和解决的一些关于你自己的问题 OK 然后这个是今天的主题 然后 OK 然后我们来进入到第一组 然后今天的主题是通过占星牌证 然后来了解当下你目前的 在人生的各个方面的一个能量状态 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和根源所在 对 然后 最上面那张牌 Expression那张牌 然后讲的是整个的一个大概的一个 大体的一个建议和方向 然后所以我会在最后的时候再去讲到它 然后上面这一张牌 这个位置的牌 讲的是太阳的能量太阳的位置 然后这张牌讲 第二个位置讲的是月亮的位置 然后这张牌讲的是上昇星座的位置 然后这张讲的是Saturn的位置 这样牌讲的是Jupiter的位置 就是木星 土星的位置和木星的位置 然后这张牌是North Node的位置 然后讲的大概讲的那样是关于你的 Life Propos 就是你的人生的一个大体的一个目标的一个状态 然后先从太阳的位置开始讲起 然后太阳的位置讲的是First House The Body 然后这个其实The First House相关联的星座是Arius 也就是白羊座 然后它其实讲的是一个本命功的东西 然后本命功的东西更多是在于本我的需求 自我的需求 然后最基本的一些东西 然后包括健康的东西 然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 上昇星座的位置 也就是在你呈现给别人 就是别人如何看待你的 你在外在表现出来的自己的位置 就是Carol的能量也就是Hailing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会觉得在这两组的能量下很多人是选择第一组的人 可能是从事一个医生或者护士的职业 或者说你本职的工作 或者说你在处理关系当中的一些属性是一直去满足 或者说迎合他人需求的人 但这要分开讲如果你是处于一个医生或者护士这种 就是或者甚至心理医生这种去疗愈别人的一种状态的话 然后其实他有在讲到一个点是 你需要去注意到自己关于身体上面的一些问题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你过多的投入到你自己的工作当中 然后导致于说其实你忽略了自身的一个身体的状态 健康的状态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平衡的一个需求在这个当中 但这个是出于你本身工作和你自己透支的状态的一个平衡的需求 所以其实所以对那些可能在出于医护工作 或者说可能去有需要去为别人服务的这些工作或岗位当中的人 其实你需要注意的问题是 也许可能在你的心作命盘里也好 或者说可能是你的重要的领域是在工作方面 或者说为他人服务方面 但是如果在这个状态当中 你过多的透支自己的身体上的一些需求的话 会导致于说其实会有冲突的发生 这个冲突是指你自己的可能健康的情况会亮红灯之类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需要提醒你们警示的一点 然后另外一种情况是在于说 就像我刚刚讲的是在满足和他人需求和自我需求之间的一种矛盾 就会导致于说因为可能你太过于想要去迎合他人的需求 或者说处于一个老好人的状态 然后就是一直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也许去迎合去讨好去满足别人的需求的方式 就是来获得别人一点点的在乎认可和喜欢 所以才会导致于说可能你慢慢的逐渐隐藏自己内在的最真实的需求 然后变成说好像就是有一种没有可的人 然后就是一直在去为别人服务的状态 或者说尤其是在感情的处理上面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内在的一个内心需求和他人需求的一个冲突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二张牌的moon的位置 它其实代表的是inner self 就是如何你去你在内在如何去处理这些 在这个不平衡之间的一些冲突 然后其实我觉得在moon在sagittarius 也就是在射手座这个能量里面 其实至少选得在第一组人里面 其实你是相对乐观的 但这个只是一部分人 可能你会面对这样的一个 怎么说就是有一点 oh fine 可能我并没有那么care 或者说就是可能一点点的那种 就是比如说你会觉得一些亏欠 或者觉得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也好 你可能会想说 算了就是不去计较 所以其实在这个方面 其实是一个好的方面 但是我会觉得选择在第一组的人里面 其实有的时候是你会有一些逃避的状态 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去解决 或者说没有办法去找到那个之间的那个平衡点 所以因为在sagittarius的能量里面 他其实是有一些 就就是因为不知道处理 然后去逃避 然后去 就是在那个死循环里面 无法跳脱出来 所以其实他在 New moon in Sagittarius的 就是这个月亮的位置 他讲的是 是在讲说 其实有的时候 当你不知道去 找到那个平衡的点 就是这个give and take 这个平衡点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你是需要去 尝试着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像最上面让人还讲到expression 这个expression是在讲说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 就为什么有的时候 好像有的人会一直付出 然后可能好像别人会把你的付出 当成理所应当 是因为说其实是你自己 给到别人这样的权利 有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选择说不 或者说你选择我需要休息一下的 但只是有的时候因为你太害怕 可能别人会因为你的反常的行为 而讨厌你 或说而觉得不认可你 而会觉得你怎么突然这么奇怪 之类的这种想法 会导致说你会习惯性的 压抑自己的感受 或者说习惯性的压抑自己的 一个状态 所以他其实 MUN的位置在Sagittarius 他其实在讲说 你需要去找到一个方法 去把你自己从这个 压抑的过程当中 去表达出来 去free yourself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是关于 上面这三张牌 目前就是关于选择第一组的人 我会觉得在 表达本我和 满足他人需求 以及你自己情绪上去处理的 一个问题 以及一个相关的一些小的建议 然后下面的两张牌 第一张是Saturn 然后第二张是Jupiter的位置 然后Saturn我们都知道 它其实是一个 它也是一个两面性的一个能量 然后一方面它是在讲到说 关于困难阻碍和限制的这些东西 它就是会给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些课题 带来一些难过的事情 或者说一些就是阻力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 它讲的是关于责任 结构以及成熟 对 所以其实在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7th house 7th house 就第七宫 它讲的是伴侣或者夫妻 或者是婚姻之类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甚至是可能是合作关系 就是总之就是与他人的关系 然后所以其实在选择第一组的人里面 我会觉得 你人生当中的很大的 一个方面可能是 很大的一个课题 或者说很大的一个困难 是在于说跟处理 跟他人的关系 因为我会觉得 7th house 它的一个主导星座是Libra Libra它是天平 OK 刚刚又讲到一半断掉 然后刚刚讲到Libra这张牌 然后其实就在讲说 在选择第一组的牌 的人论里面 然后其实你在人生当中 可能也许你经历过很多段关系 或者说每次在感情里面 好像都是同样一个问题 因为我会觉得 其实在这个里面 最大的根源是在于说 你不知道说如何去 说拒绝 或者说你不知道如何去 可能你会很容易的 去动侧影之心 然后想要去 因为你太害怕 那个失去的过程了 然后所以导致于说 其实你没有办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 达到一个平衡 因为Libra强调的是平衡 7th house partners 伴侣夫妻 任何的合作的关系 任何的一段关系 他要求的东西都是平衡 所以你会在这个方面 感觉到非常的困扰 或者说你会觉得阻力非常大 因为我觉得其实 当你能够发现说 那个最本质的原因 或者当你开始学会说不的时候 这个一些会让你从 可能一些 也许有些人会从一些 比如说婚姻当中 可能甚至我觉得 在选择地主的人里面 可能会有一个离婚 或者说分离的过程 然后你会从这些过程当中 去学会 在这个过程 在平衡一段关系当中的一些 就give and take 这些东西的一个东西 你会懂得在 就是适当地建立自己的边界 然后去说一些拒绝的事情 或者说 你要先尊重自己的需求 先学会去爱自己 然后才能够有能力去爱别人 而不是因为害怕 失去对方的爱也好 害怕失去 对方的一些关注也好 而一味地去讨好和牺牲 去妥协 这个不是一段健康的关系 应该有的状态 所以这个其实是最根本的 你觉得在你的感情当中也好 或者说跟别人去处理一些关系的时候 你觉得困难的原因 当然如果这个东西处理得好的话 它会是你非常重要的一刻 然后你可以会得到一个非常 就是成熟 或者说就是稳定的一段长久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需要你自己去处理 在这个能量的应用的一些东西 然后在Jupiter这张牌 讲的是Black Moon Lilies Mystery 然后这张牌因为Black大家都知道Lilies 然后它是亚当的第一任妻子 然后但是因为亚当跟夏娃在一起 然后它其实是有一种报复 或者说逃离的心态 然后觉得说 呃就是其实是有一种不甘心的状态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复仇的能量 是一个就是 就是每个人的阴暗面 但是为什么这个是在Jupiter 但Jupiter的能量是一个就是木星的能量 它其实是一个幸运的能量 它是一个信仰的力量 然后它是一个expansion扩张 然后去强化那个能量的东西 所以这个也是我为什么在讲说 其实在选择第一组的人里面 我会觉得你在内心深处 很大的一部分是被压抑的状态 因为你太过于压抑自己的需求 压抑自己的一些表达的东西 导致于说可能那个阴暗面 可能会在某一个点 会在你的 也许可能在别人看来 在外人看来 你是一个非常好就是nice的一个状态 好人的一个状态 但是一旦当处理到亲密关系 或者处理到跟你非常重要的人的关系的时候 其实那个阴暗面会慢慢的被激发出来 那个也就是你一直被压抑的东西会爆发出来 因为Jupiter在这个状态的话 它其实是强化你的阴暗面的状态 它需要你去 因为很多东西不是压抑就能够解决的 有的东西需要发泄 需要表达 然后需要去处理 需要去沟通 这个才是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以及解决和处理你自己人生当中问题的一个点 所以其实在这个里面 包括我刚刚讲的Saturn 所以这个其实是同样一个东西 Jupiter可以给你带来幸运 但是那个幸运和扩张 是需要你自己有那样一个信仰 我们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我需要追求的是一个平衡的东西 而不是因为害怕失去这样的一个借口 而想要通过一味的妥协退让和牺牲去套牢对方 我觉得这个是所有你的不甘心 你的执着 你的无法放手的一个根本所在 当那个恨的东西在里面的时候 很多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让它 就是release掉的 所以这个是关于Jupiter在lilis 这样的一个能量所强调的你的问题 然后最后一张牌 eleventh house friends 然后这个其实在讲的说 为什么到在seventh house 然后到eleventh house 然后其实因为在星座命盘里面 有从personal的星座 到interpersonal的星座 然后再到transpersonal的星座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升华 也在讲说 其实如果当选择第一组的人 你能够处理得掉 就是能够从感情当中 或者说从处理关系当中 不管是工作上的合作关系也好 还是私人的情感问题也好 当你去处理跟一个 很重要的对方的一个 一个关系的时候 你学会了那个 give and take平衡的过程 的课程的话 那其实当你能够找到 属于自己的集体 甚至是能够找到 在这个社会当中 属于你有价值的位置 或者说可以跟你有连接的 一个community 一个社区的一个状态的话 那个才是你可能最大的一个人生 去前进的一个方向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只有当你能够处理得掉 关于从 不管是从 就是从小我开始处理 然后到大我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境界 这个才是你最大的一个人生的方向 因为我会觉得在很多的 这个就是你会觉得 有一部分选择第一组的人 可能会觉得 即便你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或者说即便你的生活的模式 生活方式 其实都很正常的一个状态 但你也会觉得有些isolation 就是好像没有办法连接 因为你们的付出与给予 是不对等的状态 因为你太过于害怕失去别人了 所以你才会导致说 好像没有了自己 所以其实在选择第一组的人里面 其实很大的问题是 最大的一个建议和解决是 你需要开始尝试着 表达自己的自我需求 然后以及开始学会去爱自己 然后去take care 就是不管是生理上 还是心理上的一个健康的问题也好 然后学会在一定的程度上 去建立一些边界 去说拒绝的事情 因为有的时候 不是一味的付出 然后就会有一定的回报 而是你需要建立适当的边界 知道说我是一个完整的人 我需要先完成自己的需求之后 然后我才有能力 或者说有精力去完成 跟这个社会的其他人也好 或者说其他的事件也好 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也好 去互动 所以这个才是选择第一组人的 你的一个大的方向 所以在eleven's house Friends这个里面 它讲的是一个 非常平衡的一个关系 你需要找到属于你的集体 不管是属于你的 也许有的人的课题是 我需要找到我自己的 soulmate的状态 达到理解平衡的那个状态 有些人可能是需要找到一些 属于你自己的组织 或者说你真正热爱的一个事业的群体 然后去共同去做一些 为这个社会有价值 有贡献的事情 但每个人不一样 但是至少在选择第一组人里面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张牌 最大的那张牌Expression 它需要你通过自己的表达 因为有的时候 也许我们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 不知道如何去表达 也许文字语言 甚至是可能都没有办法完全表达 因为那个被压抑的东西太久了 所以你需要开始尝试的不断练习 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自己的需求 去说no这件事情 因为有的时候说no 没有什么觉得好可耻的 它就是一个 我可以就是可以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不要一味的去强撑硬撑着自己去 去做一些 其实你本心里面不太愿意的事情 就是只有当你自己能够接受 和内在消化掉这个情绪 或者说你能够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 它才会是一个 就是健康的状态 就像Luck is on your side New moon and Sagittarius 这个在月亮星座的这个能量来讲的话 它其实讲的事情是 你可能需要先放长远一点 你的目标可能 就是因为Sagittarius 它是一个open minded的一个星座 它也就是在讲说 它有很多的观点 所以你需要先 跟别人share你的观点 然后同样去听别人是怎么想的 然后把你自己的世界打开 然后你才会知道说 我要的那种平衡 到底应该是如何的 好 然后这个是选择第一组的人的 OK 然后我们来进入到第二组 然后其实还是跟刚刚一样的位置 然后讲的我会每一个牌来讲 然后这张牌讲的是太阳的位置 然后这个是月亮的位置 然后这个是上升星座的位置 然后这个是土星位置 这个是木星位置 然后这个是North Node的位置 也就是Life Post的一个位置 然后在选择第二组排的人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太阳能量是在 North Node的Life's Purpose 然后在月亮星座的位置里面 是New Moon in Aquarius 然后在上升星座的位置 是在Mercury Retrograde 也就是在讲说水逆的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选择第二组的人里面 我会觉得其实 就其实你是一个 有一点点跟别人不太一样 可能就是可能在别人看来 尤其是当这个Metro Retrograde 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所谓的水逆 它其实并不是说水星阵的逆行 而是在可能它的一个运行的速度 相对在那个时期 相对可能会比地球慢一点 所以看起来好像在倒行一样的状态 所以叫水逆 所以在水逆的过程 通常都是一个review的一个过程 review的一个过程 然后所以其实在这个里面 它其实有点像 其实你在别人看来 可能是一个 有一点离经叛道 甚至可能是有点不太正常 这个正常要答应好的一个状态 这其实就是不一样 可能大家都会 也许在同龄人的过程当中 是去结婚生子 按照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步道 在走着 可是你一直在做着不一样的事情 或者说你一直想要去做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会让别人觉得说 你怎么好像那么 就是不正常 然后 但其实 但其实我会觉得 其实这个里面是有一个struggle的 你其实是想要去融入 或者说想要去融合那个 可能有一些就是同龄人的压力也好 你就想要去融入那个状态 但其实你本身不是那个 normal的一个状态 可能你就是有一些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太阳这个能量下面 你的能量是North Snow的能量 也就是Life's Purpose 就其实你是有一些 就是有点想要去追求 你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东西 但被现实当中的一些 也许是人生轨迹也好 也许是社会或者是父母 或者说带给你周边 带给你的压力也好 导致说 你原本是 就是因为我觉得没有所谓的正常 或者是不正常的区分 只是说可能大部分人做的事情 并不一定代表正常 但只是 在你看来 或者说因为你处在这个社会当中 你没有办法去脱离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会觉得说 我好像是不是太不正常了 甚至你有时候会觉得说 好像有点isolated的状态 就是有点分离的状态 你尝试着想要去融入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 去 去真的做到 因为其实你内心的渴望 不是说我想要去做一个正常人 而是想要去做一个 做你自己的状态 去找到你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然后去追求它 但是很多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看起来是一个 在天上的状态 是一个没有办法落到实地 大家会觉得说 你这个想法太天真 或者说你这个想法太 根本不切实际 你能不能就是正常一点生活 可能你经常听到这样的评论 所以这个是你内心当中 非常struggle的地方 因为其实你自己想要的人生轨道 跟现实当中 实际的你走的人生轨道 可能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在这个里面 可能已经开始去 去实现这个状态 但有的人可能没有 甚至因为你会在 因为在这个异类 你觉得异类的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 其实你是缺少关耐 或者说关怀 甚至是缺少理解的一个状态的 所以那张You are loved 最上面那张牌才会出现 然后第二张 在中间的moon位置的这张牌 它讲的是 New Moon Aquarius 就是星月在水瓶座 然后它讲说 Bring love into the situation 然后因为水瓶座本身就是一个 我需要 我要求不一样 所以就跟你的 No snow life purpose一样 就是其实你是不想要 一样的 但是因为可能一些原因 现实当中的一些原因 你不得不去 强行去融入这样的一个社会 或者说强行给自己灌输 这样的观念 强行想要把自己拉回到 一个所谓正常的轨道上面 但是其实Aquarius 它其实在讲说 你需要用一个非常开放的角度 然后去看待某一些事情 其实Aquarius它其实是更有一些 就是 怎么说我会觉得 在水瓶座的能量里面 它会有一些怪异的想法 它会有一些可能 出其不意的想法 但是 其实我会觉得 有时候你需要去原谅自己的不一样 因为我会觉得 这个事实上总会分少数人和多数人 你不一定要去成为多数人的那一部分 但是你可以在 自己的少数人的这一部分里面 去保持那个 本真的东西 去找到你自己最想要的东西 这个才是 当 因为其实这样水瓶座 它是容纳水的东西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容器 它是一个水瓶 它容纳的是一个东西 所以它需要一些 就是 你需要有一些形状 或者说有一些东西能够 不是所有水瓶都是一样的 然后它需要有不同的形状 不同的东西 去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它才有更大的宽容度和容纳度 所以你需要去理解的事情是 当这样的情况 当你觉得struggle的过程当中是 可以去认可和理解自己的不一样 然后去知道说 我可能需要去更追 遵循自己内心的一些渴望 不是说去满足他人的期待 或者说满足他人对我这个瓶子 这个期待的样子的一个东西 我可以成为不一样的形状 为什么 一定要跟别人是一模 不是所有的水瓶都是一个样子 刻出来的 可以讲成星形化形都可以 就是你可以有自己的形状 这个是你在情绪上 或者说你需要去处理 或者说你在内在自我 需要处理的一个问题 然后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土星能量它的牌是 Second House Owning 然后它的木星能量的牌是 L Element Communicating 然后可以看到 因为像我刚刚讲的 土星的能量代表的是 代表的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 结构 然后好的方面是结构 成熟 然后以及 带来一些负责任的态度 然后但 坏的方面可能会带来一些阻力 然后困难 以及会让你觉得很 很难过的一些事情 然后这是两个方面 所以当Second House Second House 讲的是关于钱相关的东西 以及如何你如何 甚至是Self Wars 就是自我价值的问题 因为我会觉得 在选择第二组的人里面 其实很多人会因为 自己的某些方面的异类 或者说 想要back to normal的 那个状态里面 那个struggle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会有一些 就是锁在自己的 的世界里面 但是自我价值的缺失 或甚至是有一部分人 因为可能在 可能因为其实是因为 你可能 因为有的时候 是因为你的想法 可能真的是 太过于飘在天上 然后没有办法 去落到实地 没有办法去manifest it 然后所以它 它会有一种 就是你会对钱 金钱方面的东西 特别的 怎么说 就是它过于执着 或者说你可能 会去存很多钱 但是会给 会想要给 给自己找一些安全感 但是你没有办法 去把自己真正的 那些想法 那个异样的一些东西 去变成现实 所以这个是有一点点 甚至是有一点 stubborn的能量 它会把你困在 那个过程当中 所以有的时候 你只有当你能够 接受掉自己的 那些异类的过程当中 然后你去肯定 自己的价值 然后这个才是 你需要在 Saturn这个能量下面 去学会的一些课程 因为在 Second House Own In 就是你如何去 看到你自己 包括你对 金钱的价值观 因为我会觉得 其实在选择 第二组的人里面 我觉得很多人 有很大一部分人 可能就是 在钱方面 可能会比较的小气 或者说 可能因为 你不知道如何去 去把这个东西 利用起来 把这个有价值的 东西利用起来 甚至 更深一层次讲说 你不知道 如何发挥 自己的价值 或者说 如何发挥 自己不一样的价值 所以这个是 你需要去处理 和解决的问题 只有当你能够 正确的看待金钱 也好 正确的去处理 自己的自我价值 也好 去理解这个世界上 不是每一个人 都一样的时候 不是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应该走 一样的状态的时候 你才能够从这个里面 获得足够的一些 自信和成熟也好 你才能够 真正的觉得说 我可以以一个 不一样的姿态 去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而不是去走 每个人都走的 一样的路 然后 然后这张牌 L-Element Communicating 然后这个是Jupiter 然后其实我会觉得 在这张牌里面 因为大家都知道 Jupiter 它要么是Lucky 要么是Face 要么是Expansion 各种的能量 然后我会觉得 在这个里面 选择第二组牌人里面 其实 你是很会 就是 在沟通方面 可能其实你是有 某些天赋 可以去 去做到这样一件事情的 包括其实像 Aquarius 它的能量 就是水平做的能量 它其实代表的 也是十一功能量 也是Friends 然后也是跟群体 所以其实你在群体里面 可能是一个非常 很会表达 你有很多的想法 或者说 你很会表达 自己的东西的一个人 但只是说 因为在Saturn 这个能量的影响下 你太过于 把自己的东西 hold在里面了 或者说 你太过于 缺乏一些 对自己 表达的东西的 一些自信了 所以你开始 尝试着去 去表达 可能别人想要听的东西 或者说 就是去表达 你觉得正常的一些东西 可能也许你可以 用你的文字 会用你的一些沟通的技巧 可以用你的一些 一些东西 去传达 可能别人想听的东西 也许会带给 带给你一些 可能 就像上台讲的 带给你一些 金钱上的rewarding 但是其实那个 不是你真的想要的东西 即便是它能够带给你 相对的稳定性 但你仍然觉得 struggling 可能你会觉得那个其实根本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所以其实在这张牌里面 他要讲说 当这个沟通的技能能够应用到表达你自己 或者说去追求你自己真的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而不是一味的去 focus在那些物质上 或者说可能外在所谓认为的成功上的时候 你才能够真的找到那个 就是归属感的感觉 而不是 就是你自我价值的肯定 而不是去 一味的再去 寻求那个back to normal的一个状态 然后最后一张牌讲的是 file element desire 像我刚刚讲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张牌跟 North Node 那张牌 Life's Purpose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意思的 就是我刚刚讲说 你的太阳在 Life's Purpose 这个能量下 有在讲说 其实你一直都在追寻 追寻你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也就是你内在最想要 渴望完成的目标 而不是别人对你的期待 而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期待和肯定 所以在这个里面 file element desire 它在讲说 其实你整个大的目标 是你需要去找到那个 你最想要做的东西 你热爱的东西 而不是别人想要你做的 期待的热爱的东西 所以其实在 整个选择 第二组的人里面 我会觉得很大的一个点 是在讲说 你是要知道说 你是被爱着的 那个被爱着的不是说 一定大家都要很喜欢你 而是说 就是我们可以允许 那些不一样的东西 允许自己不一样的存在 允许自己不一样的想法 允许可以 每个人去走不一样的人生 不一定每个人的人生 都是一样的 你需要去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 去找到自己最真实 内心渴望的东西 去满足自己对自己的期待 然后以及 你自己自我价值的一个肯定 包括那个 You are love 那张牌 他讲的更多的也是 你需要自己先肯定自己 其实跟第一个能量有点像 第一个的爱自己的能量 可能更多在于是 满足自己的需求 可能去照顾自己的身体 不要让自己透支之类的 但这个爱自己的过程 是更多的是 关注自己内心的渴望 然后 就是可能不要太在乎别人的评价 或者说别人的 对你的期待 因为那个不是你想要走的路 可能你本来也许就是不一样的 也许就不是他们所谓的 normal的那个状态 那为什么一定要normal呢 所以这个是关于第二组的人 我会觉得你需要去认真的 好好的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然后这是关于第二组的能量 OK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三组 然后其实跟刚刚的位置也都是一样 然后太阳 月亮 上升星座 然后土星 木星 然后以及 North Node Life Propos的位置 好 然后 再选择第三组的人 的能量当中 我们可以先看到太阳能量 太阳能量是在North House 然后Face 然后这个牌 其实是在跟射手座能量相关 然后它其实可能 在你本 本我的一个状态里面 其实你是很希望去获得一些 高等教育 或者说你想要去 喜欢旅行 然后可能甚至是 对于自由的渴望是非常强烈的 可能你会经常是 来到处奔波的人 然后你不喜欢待在同样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是你自己内心 真实当中 最想要做的那个自己 然后但是 因为其实我会觉得 在这选择第三组人里面 我会觉得 有很强 很强大的一个原因是 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状态 为什么这么讲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 上升星座 也就是外在如何看待 你的这个牌的位置里面 然后是处女座 Analyze 然后处女座是一个非常 就高度 可能在别人看来 你是一个非常有组织 有计划的一个人 然后你 你可能是 甚至是有点peaky的状态 就是有点挑剔的状态 可能有点完美主义 但其实这个跟你内心 本质上想要去更灵活 然后更 呃 就是 怎么说更自由的状态 其实是有一些违背的 然后因为 其实我会觉得 因为当你给成 因为可能 也许是因为你的职业的关系 或者说你做的一些东西 需要一些 呃 组织性 就是 就是非常有组织 有计划的一些 东西出现 然后导致于说 可能你会显得非 你需要自己的专业性的呈现 导致于可能 你会牺牲掉自己 某一部分的自由 但我会觉得 其实甚至是说 可能在你的 呃 旅行的过程当中 你也是那种可能 因为你太缺乏安全感 甚至说你的 到处奔波 到处可能 到处流浪的一个状态 其实是因为 你找不到 你自己理想当中 你想要的那个 安全的那个家 所以可能一直流浪 可以 其实你可以看到 包括像moon这张牌 你看到中间那只蝎羊 它背后是一个 鱼的尾巴 也就是可能 你一直在飘 一直在飘 你是想要 想要找个地方上岸 但只是说 你没有找到那个地方 而且甚至包括 可能你在出去旅游的状态当中 你也会一直 就是一定要提前 订好很多东西 然后一定要提前 做好攻略 一定要提前去 去计划好所有东西 你才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安全的 让你觉得 舒服的东西 但其实你内在里面 可能更希望 更希望的是那种 自由的东西 所以其实 无关于 就也 我觉得很多人在 选择第三组的人里面 可能 你去过很多地方 然后你 你觉得 你经历过很多事情 然后但最后 你会发现 其实你最想要的 不是说 去全世界各个旅游 你不是环游世界 而是你想要找到一个 真正属于你的 然后安全的 舒适的 一个家的 一个状态 其实你是 是有一种 缺乏安全感 才会到处飘的 一个一种类型 然后在第二张牌里面 它 Moon的位置是 The end of Tough Cycle approaches And full moon in Capricorn 然后其实 就像我刚刚讲的 这张牌里面 Capricorn 它其实讲的都是在 你内心的情绪需求 是一个想要寻求 一个安全的状态 它是 就是 摩羯座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 它是一个 就是 土象星座 也就是它非常需要 落到实地 它非常需要一个 强大的一个 可去保护 保护自己的一个安全感 所以为什么会讲说 其实在 这个 选择第三组牌人里面 其实它 在你的情绪里面 或说 Inner self里面 需要处理的事情 是关于 一直 一直变化的状态 和你自己本身 对结构 对 对组织 对 对安全感 对一些 因为其实只有当 你觉得 这个东西是有 有组织 有计划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安全 所以你才会一直 不管是在旅行也好 不管是在 即便是你到处奔波也好 你一直会强调 那个 就是 那个细节的东西 或者说 那些 那些 就是 小的东西 小的细节方面的东西 但其实你内在的渴望 是希望有一些 精神上的成长 或者说有一些 得到一些信仰上的东西 或者说得到一些 这是可能更高层次的 不是一直在 寻求那种 可能看起来 好像安全 但实际上 没有办法享受 那种精神上的 自由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是你在 Sagittarius 跟Virgo 这个能量的一个 因为你知道 就是射手座的能量 是一个很大条的 但Virgo能量 是一个非常 严谨 然后细节的 然后它其实是 有一点点对冲能量 所以在你的情绪处理的 Struggle的能量里面 它其实是需要处理 在这个之间的平衡 你需要保持 自己可能在工作上 或者说其他事情的一些 计划性也好 然后细节性也好 但是 你同时也要去注意到说 可能你需要 有的时候 需要提供一定的灵活度 可能甚至一定的宽容度 去允许一些错误的发生 允许一些 就是意外的事情发生 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变得 如你想象当中的完美 它可以有一些 意外的发生 这才是人生当中 有趣的地方 然后当你去追求 一些更高的一些 知识层次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说 你只有通过 当你自己能够 开始不断地适应 不是情绪 适应就是 不同场景的变化的时候 就是开始迎接一些 意外和一些 惊喜的发生的时候 不再说以一个 非常拒绝 或者说甚至是 仅仅局限于一些 小的细节的情况的时候 你才能够有 更高的一个 你自己真正想要 追求的那种 情绪上的自由 你才能够真的 就是把那个 你一直缺乏 安全感的东西 那个安全感 去把它带回来 然后这个是 上面这三张牌 讲的东西 然后下面 Saturn是在 Mercury 然后Jupiter 就是木星 是在Pluto 然后这个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组合 然后其实 我觉得可能在 选择第三组的人 很多人其实都 我觉得还蛮聪明的 因为Mercury 他其实讲的是 想法 然后表达 以及学习的能力 然后但是为什么 他Saturn在这个位置 因为我会觉得 其实 我觉得在很多 选择第三组的人里面 包括Virgo 能量跟这个 连接起来 其实很多人 是因为 你其实有很多 可能很不错的想法 或者说有很多 你学习能力也很快 然后你也很容易 去被一些 可能精神上的 一些东西去吸引 但是因为 你没有办法解决 你自己内在 缺乏安全感的 那个问题 然后导致于说 可能你的有一些 想法在落到 实处上 会受到一些阻碍 甚至说你的 因为你的学习能力 或者是学习方式 可能跟传统的 不太一样 导致于说 你会觉得 有一些 struggle的过程 就是你 你没有办法用 可能传统的 学习方式 或者学习模式 去完成 可能既定社会 给到你的一些 层级的评价 或者怎么样也好 就是有点 类似那种 可能 你不是那种 可能班上成绩 最好的那一个 但一定是很聪明的 那一个 所以在这个能量下面 Saturn 在mercury 的状态下面 我会觉得 在选择第三组的 牌里面 更多的是去处理 跟你自己想法 对 因为我会觉得 其实在很多人选择 包括 就像我刚刚讲的说 选择第三组的人 一直在飘 但是不知道 在飘什么 其实他是在寻求 一个内在的 一个安全感的 一个状态 想要找到 那个真的属于 你的自己的 舒适的 安全的家 那个家不一定 是家庭 而是对于你来讲 是一个舒适的空间 是一个你觉得 有归属感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 所以在这个 这个 mercury 在Saturn的能量下面 他其实在讲说 Saturn会给你一个 你需要把你自己的 想法去变成现实 而不是一直 想要到处跑 想要到处 去寻找 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其实有的时候 不是说 我到处飘 我就能够找到 我自己想要的安全感 因为很多时候 安全感是来自于 你自己 去一步一步 实现自己的现实 而不是 一直在海上 因为在海上飘 你永远是 到不了岸的 你需要先有一个 目的地 或者说 你需要先把自己 所有的飘在天上的想法 所有自己的聪明 所有那些东西 把它变成一种能力 或者说 开始变成 你可以去承担责任的东西 然后把它变成现实 这个才是说 你能够落到史地上 你能够靠岸的 一个最真实的方法 包括你看到 最上面那张牌 Stay 他就在想说 其实你 你根本不需要去到远方 去寻找你所谓的家 你根本不需要去 可能去到更远的地方 或者说更好的地方 更 更有机会的地方 去找到你所谓的家 其实有的时候 你需要先停下来 你需要先想想说 我自己最真实的 或者说最本质的 那个 需求 自我需求 或者说情感需求 或者说怎么样也好 那些东西 到底是什么 是一直在外面 飘和跑 去寻找 所谓的远方 还是其实你找的 其实就是近在 眼前的家 所以这个是 关于 Saturns and Mercury 这张牌的一个东西 然后另外一张 Jupiter 木星在 明光性的这个能量 Transformation Pluto它其实有点代表 Scobio的状态 因为其实我会觉得 在选择第三组的人 里面 很多人是非常非常的 叛逆的一个状态 Jupiter 木星会把这个能量放大 那个Transformation 就是那个想要逃离 想要突破权威的 那个状态 去放大很多 所以我觉得甚至 有很多人 在选择第三组的人 可能是因为 你不满现状的一些状态 所以你才一直逃 或者说 你可能因为不满 比如说家人 或者说父母 对你的一些限制也好 你会觉得 想要去证明给他们看 就是我OK 我很好 我可以去做到一些 我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有的时候 我会觉得 这个只是一个 破坏的东西 就是你尝试着去破坏 某些你不满意的结构 然后去 想要尝试着去建立 自己新的结构 到最后你发现 其实原本 那个东西 其实是不需要破坏的 而是需要去修复 可是当你发现 把他破坏掉 破坏掉 已经到是 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的时候 其实你发现 你还是喜欢原来的那个结构 我不知道这样 可不可以理解 就是其实有一点说 有的时候我们的叛逆 我们的想要逃离 或者说 一是逃避 二是其实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 但其实有的时候 所有的所谓的安全感 所谓的 所谓的这些 你真实想要寻找的那个家 不过是你自己需要 给自己足够的能力 然后落到实地的能力 去承担某些责任 然后去完成 你应该完成的事情 因为有的时候 不是逃离 不是走 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 所以不是你想要怎样 就可以怎样 就是这个世界是 包括为什么 我把土星跟木星 放在这里一起讲 就是土星告诉你责任 木星告诉你说 你需要去 有信仰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就是一个想法 一个落地 就是你需要让想法 落地的情况是 不是逃离就可以 不是飘就可以 有的时候需要停下来 停下来思考说 我自己应该要 承担的责任是什么 然后我在某些方面 应该承受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在选择 第三组的人里面 很多人真的都是 一直在往外跑 然后反而忘记了 自己的跟在哪里 或者说忘记了自己 原本应该要承担的 那些责任是什么 然后最后一张牌 像Spirit 然后这个是讲的是 Life Purpose的一个位置 然后这张牌 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 很多人在 选择第三组的人 是选择往外逃 或者说选择 到处去寻找自己 所谓想要的家 去远方去寻找自己的家 然后结果 其实你最大 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 是你的Ego Issues 就是你自己的内在 因为你把自己的那些 就是可能你的想法 或者说你太主观的 意识的一些东西 看得太过于重要 导致于说 你没有办法去承担某些 在你自己 不管家庭方面也好 还是你自己本身 作为一个家庭的成员 或者说一个社会 一份子的一些责任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需要去找到一些 缓和的能量 因为在 因为当一个人 是有Ego Issues的时候 他其实很难意识到 可能 因为就是 就像你遇到一个主观的人 他就是认为自己讲的是对的 就是认为自己 认为的东西就是对的 从来不去思考 或者说不去接受 别人的想法 这个时候他其实是 不但烧自己 也会去烧别人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选择 第三组人里面 我会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 有的时候 你是要停下来 去想一想 我可能在某个年龄阶段 或者说 某个人生阶段 其实我需要去做一些负责任的选择 然后我需要去探清楚 自己内心当中 最缺乏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而且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是不是 只有你自己可以达到 或者说你的那个Ego Issues 能够帮你去达到 你自己真正想要的那个东西 但其实我知道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在选择第三组的人里面 我希望你可能更 就是 对你的人生更负责任一点 然后开始停止一些漂泊的行为 然后去开始 冷静的思考 你其实 真正 就是真正内心需求的东西 其实不是那个Straight的一个状态 而是一个Stability的状态 所以去承认这些东西 然后去理清自己Ego Issues的问题 去承担起某些 你该承担起的责任 才是你达到你人生 去找到你的 一个Life Purpose的一个 一个状态的一个 一个建议 OK 然后这个选择第三组排的人 OK 然后接下来进行第四组 然后还是跟之前一样 然后 我们可以看到在 太阳位置的排是 8 House 就即将排8 House Ending in the Beginnings 然后在月亮位置是 Waning Moon 也就是 月亏的一个状态 然后 在上升星座的位置是 3rd House Messages 然后3rd House 其实跟相关 跟Gemini相关 就是双子座相关的一些能量 然后其实在选择第三组人里面 其实我可以看到一个 其实你本质上 在太阳位置里面 Eight House 然后其实是 就是是一个极恶功 然后但其实他在这里面 讲的都是一些 Transformation的东西 然后甚至是一个 因为其实Eight House 它有点 类似于连接 就是 生和死的一个门 然后所以它其实是有点 其实你在很多 更深层次的一些追求 其实是关于精神上面 层面上一些追求 但 在现实当中 或者说你呈现给别人的状态是 其实也许你是一个非常好的销售 你非常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沟通的技能 然后去 甚至是一个很圆滑的一个状态 可能你可以跟所有的人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 然后 但是这个是一个 这会导致于说 其实因为当 当你在一个非常和谐的状态 或者说跟别人的关系 非常好的状态的时候 你有这样的一个天分和技能 去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 它其实是让你停留在一个 Superficial的一个状态 就是一个肤浅的一个层面 然后 所以它才会是 在你的情绪这个状态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 月亏的状态 月亏就是从 Full Moon到New Moon的状态 就是开始 月亮慢慢的变得暗淡下来 这也是在讲说 很多你停留在表面上的一些和平 或者说表面上的 看起来好像 关系融洽的一些舒适圈里面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 去探索 或者说去满足你自己内心 对一些精神层面上的一些 更深层次的连接也好的需求的时候 那个是注定要消失的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表面要消失很容易 但是你只有找到内核的东西 你才能够说 我真的想要去跟这个世界上的一些 深刻的有意义的东西做连接 因为我会觉得在选择第三组的人的里面 很多人他其实是在一个 可能至少当下的状态是在一个 可能还更物质化的一个阶段 就是可能我会沉浸于自己 在当下这个过程当中 但其实你能感觉到好像缺了点什么 就是 就也许好像 我好像跟现在 就是不管别人的关系 不管是兄弟姐妹也好 还是自己身边的人的关系 其实好像都不错 我可以利用自己的共同技能 可以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好处 但是 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讲 其实你会觉得 其实心里是缺一块的 因为你觉得好像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深层次的满足 因为其实你在内心本身的渴望上 是需要去追求一些精神层次上的连接 所以这个才会是 你在情绪上面 在Moon星座里面Wenning Moon这个会去处理的问题 因为你会感觉到 那些表面上的东西 其实可能已经在 渐渐的满足不了你了 你需要有一些 在精神层面上更高层次的一个追求 然后下面的这两张牌 然后一张是Mars 然后在Saturn的位置 然后一张是Earth Element Stability在Jupiter的位置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先讲Jupiter这张牌吧 先反过来讲 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 也许在选择第三组的人 你可以利用自己很好的人际技巧 或者说一些沟通技能 然后去让你获得可能还蛮 就是在 可能在经济上面的收获会很大 可能会升职加薪 或者说可能 你好像看起来会有一些 比较好的社会地位 或者说在外人看起来 可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 你会得到这样的一个 expansion的一个状态 你可以通过这些 就是你自己的这些技能 去得到这些东西 然后它甚至可能是一个强化和稳固的一个状态 但是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说 我会觉得因为 其实我会觉得在选择第一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 当你真的是我们在处于一个舒适圈里面 我们会觉得 好像这样赚了很多钱 然后 这样很稳定的生活 好像OK了 有的人是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觉得这样很OK了 我不去思考其他的社会上的问题也好 我不去思考其他周围什么相关的个人 就甚至是很巧去思考自己内在的精神需求上的一些问题也好 导致于说 其实就停留在一个非常非常表面的一个层次 但有的人是 也许他本身内在的追求 如果当你本身内在的追求和 以外在表现出来的东西 其实是一致的 OK fine 其实那个内在是一个非常荣誉的状态 但选择在第四组的人里面 我会觉得其实 那个其实是一个冲突 在这个里面 因为其实也许你能够通过你自己 的人际关系技巧也好 你的沟通技能也好 获得可能 你想要的在社会上的一些声誉 或者说金钱地位也好 你可以获得这些东西 但其实那个东西 你突然发现 它其实满足不了你 其实因为你是想要去追求一个 精神层面上的连接 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上 但这个物质化的世界 让你有一点 在那个舒适圈里面 没有办法挣脱出来 你不知道如何去追求那个 然后你开始有点麻痹 自己说 哦这个东西OK 这个东西其实能带来我 带给我很多东西 但是你不知道 那个缺了的那个部分 到底是什么 然后在 Saturn是在 Mars这张牌 Force 然后他其实在讲说 呃我会觉得在很多人选择 就是因为Saturn 他就像我刚刚一直讲的 他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带来一些困难 或者带来一些限制 或者带来一些 你会觉得很 就是很紧张的一些能量来 然后但Mars 他是一个非常 就是 行动力很强的一个星座 能量很强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星球 然后他其实是在讲说 包括 嗯呃 其实呃 在这个方面里面 我会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在 呃 就其实Mars 他其实是有跟呃 就我会觉得其实很多人 可能有的课题是在说 会太过于 处理某些事情上面 太过于冲动 然后导致于你会因为 这些冲动带来一些 呃 惩罚 或者说一些 让你觉得很 就是 明明可以很顺畅 继续走下去的心 因为你自己冲动的一些结果 带来一些后果 因为Saturn 他其实就是在让你 从某一些 你过去的一些行为的模式当中 去学会一些 学会成长 学会成熟 所以可能我会觉得 在选择第四组的人里面 更多的时候 是你会想要去 嗯 想要去冲 我会觉得那个就是 有点可能比如说 就有点像 有点投机主义的一个状态 就是可能比如说 你看到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会不顾一切 或者说甚至是 不顾别人的感受 或者说一些精神上的一些 呃 类似于情感上的一些连接吧 就是不顾情面的去 去去去 去做一些冲动的决定 然后想要去 呃 去 就是就像我刚刚讲的 选择第四组的人 其实是有一点点 被这个物欲的世界 有点物质化的 但其实你自己知道说 也许是不知道 甚至说有些潜意识里面 其实你会觉得这个 在不断地追求 明和力的这些过程当中 你是心里缺失一部分的 但我会觉得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有一些 可能不择手段的去 呃 如果你不能够揭开事实的一些表面 或者说去 面对很真实的 你自己的一个需求的话 很多时候 它会带来一些 反作的能量 所以其实在这个里面 就在讲说 其实 有的时候 在你做一些 呃 决定的时候 可能你看起来的那些 名誉地位 甚至是金钱的一些东西 你需要通过一种 更 更和谐的方式去获得 或者说通过一种更 就是只有当别人 就是去去拥戴你的时候 或者说甚至是去 呃 真心觉得想要跟你一起 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因为我会觉得 你不可能强迫 对 也许大家可以通过 表面上的一些和平 去维持一些关系的存在 或维持一些事情的继续 但是那个没有真正 深刻的连接的话 那是没有办法 长久和持续的 就像做 不管是做生意也好 还是干 做什么事情也好 如果你没有办法达到那个 就真实互惠的 那个连接的话 其实 那个结果 或者说那个后果 其实是你自己反过来 会觉得 struggle 或者说反过来 会需要承担的一个 saturn给你的 惩罚的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 而且包括我会觉得 在选择第四组的人里面 很多人其实是有一个领导力的 但这个领导力的话 我会觉得不是说在 呃 其实他给你的一个 包括你可以看到 最后一张牌 Jupiter Return 这张牌 它是benefits 然后 然后他讲Jupiter Return 它其实带来的都是一些好的东西 是回馈的东西 所以其实在 这个里面 因为Jupiter 它其实也是Face 所以其实他会在讲说 你其实在整个 也许我会觉得在很多选择第四组的人里面 在你经历过很多 名合力的追求之后 发现其实最后可能 也许也只是一场空而已 它是一个 一个你永远就是填不满的 无底洞的那种感觉 你会觉得就是 那个是无止境的追求 然后可能会让你 透支掉很多你自己的一些 去说一些违心的话 去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 去达到那个可能 别人看来所谓的成功 或者说那些名利的东西 然后所以Jupiter Return 这张牌 讲的是你的Life Purpose 有在讲说其实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 你最重要的是 去找到你自己 精神上的一个信仰东西 我不管那是宗教 还是你自己相信的东西 还是关于你跟你自己精神上 和某些事物的连接也好 那个才是你需要真正去 会给你很 就是一个充实的一个状态 而不会一直觉得说 我去填一个外在世界 无比强大的无底洞 但没有办法填 填满自己心里的黑洞 所以这个才是一个 Transformation的过程 才是Aid House 那个像你自己本我 最想要追求的那个东西 包括那个Authority 它其实那张牌 它其实讲的建议是 就其实你是有那个 甚至说我会觉得 在选择地宿人里面 很多人可能会去 最后可能会有一个 类似于 我会觉得可能是 想要给这个世界 带来更好的影响 去做一个leader状态 就是有点类似于 可能当你事业足够成功 当你很多东西 足够OK的时候 你开始去想要去 帮助更多的人 通过精神层面上 或者通过慈善机构 也好 通过做志愿者 也好 任何的方式 去得到那种 去帮助别人 精神上的 去引导别人的一种满足 而不是在 仅仅是获得物质上 金钱上 名誉上 收获的那种满足 因为可能你在 你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甚至是用了一些 可能不好的手段 可能是你自己 有的时候都会 厌恶的一种方式 去得到了某些东西 那个是会有一些 comma的东西 会回来的 所以他其实在讲说 你需要去注意的事情是 你自己 就是当一个人 处于一个太物欲化 或是物质化的环境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先去 给自己去排毒 去理清楚 自己内在最深层次的需求 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个选择 第四组排的人 其实会会讲说 其实我们需要更简单一点 或者说更 呃 更去理解说 很多 很多时候 我们做的一些行为 可能一些违心的事情 也许你当下觉得 没有什么事情 或者说你觉得 就是当你一直停留 在表面上的时候 你是永远没有办法 触及到自己的本质的 或者说你永远没有办法 知道自己是谁 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然后以及 我最后会有什么样的 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是你需要去 理清的状态 你是可以去领导 就是可以带来更好的影响 去做一个 其实那个领导 不是所谓的在 你现在物质层面上的 那个领导 而是去领导 或者引领大家 去做一些更好的事情 让这个世界 变得更好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选择 第四组的能量